哈囉 大家好 我是娃娃卡 歡迎收看我的頻道 今天為大家介紹妖精的尾巴 大家應該先昇華哪一隻 懶人包就是 你有玩那隊 你再昇華就好了 因為我們都知道這次三大獎 其實 都沒有很大獎的 樣式 對 所以如果說你真的有愛 有想要玩 再昇華就好了 但是呢 這次大家有沒有發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發現一件事情 五輪大小獎 其實都還蠻適合作為隊員的 所以未來他們可能 以隊員的型態 被使用的時候 就說昇華劍就非常的重要了 昇華劍我可以 如果說你是一萬家的話 我可以跟你介紹一下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就是轉直行 會有觸發到他的昇華能力 那轉四顆 就會有一個攻擊力的加成 那我們有攻擊力加成這個東西 我們就叫他昇華劍 那像是露西他就給兩把昇華劍 在什麼字來講 算是非常少見的一個昇華劍 就是 以往有兩把的 昇華劍的角色真的不多 唯一有的就是布袋系的那個角色 那他這一次給到兩把昇華劍都是10% 我覺得有點小氣 呵呵 如果說兩個都15%的話 那這個系列真的 飛天了 對 那 這個昇華劍的計算倍率方式 就是用相乘的方式 一把昇華劍是1.1倍的攻擊力加成 那兩把就會是1.1乘1.1 等於1.2 那如果說你再消到第三把昇華劍的話 就會是1.2乘1.1 然後一直乘上去 所以這個 是一個非常恐怖的常駐增傷巫女喔 所以千萬不要小看這些昇華劍 好啦 那所以 有愛 有玩 再昇華就好了 那這一次 有兩把昇華劍的我都會建議大家去做昇華的部分 像露西跟這次大獎 娜茲 還有 三大獎基本上都是兩把昇華劍啦 對 不過娜茲比較有趣的是 他的第三個是增加火珠掉落率至40% 這個我不知道為什麼要用這個能力耶 因為你給三位加成還比較好 劉茲納茲他的隊伍技能就有幫你 轉出那個 轉出火珠了 所以他當隊長應該是不需要這個昇華能力 那他當隊員的話 這個好像也不會用納茲複聚人 所以這個昇華能力有一點雷 所以 大家應該都是為了去昇華 是得到兩把昇華劍 才順便昇華3的 對 這個就是跟大家聊一下這個部分 好 那三個大獎我都建議大家去做昇華 之後呢 其實溫蒂算是這一次昇華劍中倍率最高的 他的昇華式總共有15%的攻擊力加成 那我剛才提到兩把昇華劍10%也才1.2倍加成 所以他這一把劍就等於別人的三四把劍了 所以這個溫蒂的昇華劍是非常非常的強的 那他本身這個昇華劍是只有給人類的成員做使用 不過這個溫蒂他比較適合放進露西隊裡面作為成員 那露西大部分的成員也都會是人類 所以這個增傷對於露西隊來講是非常非常的實用的 而且露西你要玩的話你一定要搭上溫蒂 才能顯示出露西大獎的實力 所以我非常建議溫蒂一定要昇華滿 非常非常的好用 然後再來是剩下一些小獎 小獎的話就看你我覺得是可以不用昇華啦 因為小獎本身出場機率就不高 那不高的話你去昇華他就有點浪費資源了 除非你就對他們有愛吧 大概是這樣 不過這一次小獎也給的很狂喔 都有兩把劍 不過他兩把劍的條件比較嚴苛一點 都要消4力以上才能觸發到兩把劍 像是大獎的條件就比較寬鬆一點 其中昇華能力2只有3顆以上的伏襲就可以 有攻擊10%的加成 那4.. 昇華能力4才是4顆 所以你總共你消3顆也可以有昇華劍 但是這隻小獎大部分都是 呃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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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� 如果說你沒有強迫症的話 其實你昇華到3就可以了 真的不用到4 那個掉落率加成真的是沒什麼感覺啊 大概是這樣子 再來是格雷我覺得是做的最爛的一個昇華 回復力跟攻擊力 一箭一星 然後那個箭的攻擊力還不給高 就是黑人問號 對 就是很普通的昇華箭啦 沒有什麼特色 大概是這樣啦 就是這次的昇華箭分析 最後再幫大家複習一下懶人包 如果你有用那張卡片 再去昇華就好了 而且是以雙劍的為 為昇華第一首選 像是三大獎 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那你有玩溫蒂 呃 你有玩 呃 叫什麼 我看一下 你有玩露西再昇華溫蒂就可以了 大概就這樣 然後剩下小獎我覺得都不用去昇華 以上就關於今天的影片內容 如果大家想要看到更多關於新卡分析 不要忘了下一個訂閱我記得按下小鈴鐺 下次有新的影片的話就會提升通知你 同時要看我們下部影片再見囉 大家掰掰